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会讲的中文不多 但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迷 太极打的是有模有样 不过人家董林说了 自己最感兴趣的还是中医推拿 这次也是专门到中国拜师学中医来了 这不 经过几天的攻坚 现在董林已经能够独立问诊了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董林就得出了诊断结果 那么在董林的老师唐德后看来 他的诊断又是否靠谱呢 可以 非常好 看来这羊推拿师的确有两把刷子 不过 既然是推拿师手法究竟如何呢 能以手带药 手道病除吗 羊小伙做推拿 这按的效果又究竟如何呢 可作为一个爱尔兰人 远在万里之外的他 又是如何与中医结缘的呢 20年前 偶然间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 让董林在大学期间选择以留学生的身份来到中国学中医 然而短短三年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 毕业回国之后 虽说没有从事与中医相关的工作 但董林心里一直有一个成为一名中医的梦想 直到07年 他再次来到中国 打算把梦想延续下去 而这一次 他便与现在的老师唐德后结缘 十年前的那次学医经历 还让董林收获了爱情 董林的妻子正是十年前给她当翻译的成都妹子石秀 也正是得益于妻子的帮助 才让董林在这几天的攻坚中进步神速 除了充当翻译的老本行之外 董林的妻子也是她求医路上的职业病号与推拿模特 学习到的每一个手法 她都会首先在自己妻子的身上找找手感 董林说 这一次是专程与妻子一块请假到中国进修的 目的就是想把最正宗的中医推拿 带回爱尔兰 有了这样的想法 董林的第一反应就是找当初学中医的老师唐德后 没想到唐德后欣然答应了这个远在万里之外养小伙的学医请求 虽然这次只能在中国停留短短的两个星期 但因为董林具有中医的理论基础 还精通太极 所以短短几天的学习就让董林进步不少 对于这位洋学生董林 作为老师 同时也是四川十大名医之一的唐德后来说 他感到十分的满意 并表示十分欢迎像董林这样的洋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医 可以把我们中医的一些精神展现给他们 让他们在国际上 让我们中医掐出国门 让更多的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医的治疗优势